那MQ9A MQ9A呢是美国 这一次拜登总统的突然间的用他的PDA就是总统的提拨权 等于是从美国的军火库里面 马上的就可以拿出来的就可以拨 那这一次总统的美国的美国拜登的运用的这个PDA的提拨权你要知道他名义上面是军事援助啊 他不是军购他是军事援助就是我把我口袋里面东西直接拿出来给你用 我帮助你我援助他用了MD9A 但但是呢台湾过去2021年2022年 预算都已经编了钱都付了就是MQ9B MQ9B原来也设定了 就是海上卫卫士啦就是说这个死人无人机海上卫卫士 他原来设定在2025年就要交货了 但是这一次 一样四架原来我们是订了四架的MQ9B 现在给我们四架的MQ9A 为什么 我有一种想法 也就是他的DataLink有出现问题 怎么说呢 无人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DataLink 之前啊我们现在看数据链 台湾一天到晚在讲我们自己发展无人机怎样怎样 可是有一个所谓的短板没有人讨论过 就是我怎么样做DataLink 就是或者是简单讲我怎么遥控他 你说哎呀他可以用GPS你确定暂时可以吗 你说我可以各种那个瑞渊我可以怎么样控制他 你说哎呦我以前去照过航空母舰哎呦我以前去照过他的那个情报船 我一定要很认真的讲他去照情报船是情报船让你进去照 为什么情报船让你进去照 我就知道你教练你用什么频频频频率 我也想收集一些你我正好收集 我就一艘船你能拍什么我的雷达都放在雷达罩里面 你什么也拍不到同样的对于无论是以前造辽宁号后来造山东号 一样这个问题我就是一艘船你能造什么对不对 我让你造不过造的状况不好 我们讲说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一想 现在有没有 就是东亚的国家在用MQ9B 有啊日本 日本在对日本五月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测试 可是他测试他用的是 美国想要给我们的Link 22吗 就是22吗 好像不是哦 他用的是Link 16 这个最有什么差别 因为Link 16是美军使用的 他没有要给我们台湾用 而且日本自己还有美国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军事同盟一环 他们的神盾舰上面用的是直接跟卫星交练 当你跟卫星交练的时候 你跟所谓使用那个 UHF 频段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卫星你要能够干扰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是点对点的 那你要功率大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才可以去烧透他 就是烧透是burn through 是一个电子站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你才能去造成有效干扰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为什么卫星的 那个Data Link这么重要 可是台湾没有 他要给你北约的Link 22 Link 22他有两用两个频段 一个是UHF 频段 另外一个是HF 频段 UHF 频段是什么 也就是视距的频段 也就是所谓视距不是我眼睛看得到 是所谓的雷达 不是是使用电磁波看得到 那个才是视距的一个频段 另外是HF 频段 HF 他在发射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是 他的波长很长 他会随着我们的那个地球曲线 他会有一个下弯的动作 他可以操控的距离比较远 但是 他的 那个 即时性不高 你用这个来带无人机 你不怕吗 那也就是 日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一定帮台湾先试过Link 22 状况不好 那另外 现在说我们提供台湾的MQ-9A 没有对地攻击的能力 不要忘了 台湾是要未来 在美国的想法里头 是要当沙包被打的 他 里面没有内建 很多 我们现在你的手 我们拿的手机里面 各种功能 你不就是放了一个APP 他就各种可以吗 他就接用你的GPS 讯号 接用你的镜头 接用你上面所有的讯息 我们的手机都如此了 难道无人机不是这样吗 无人机也是这样 他早就内建好了 但是我没有把那个软体灌进去 我未来只要灌上软体 台湾没有地狱火吗 那你的APPA7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 挂的就是地狱火啊 所以未来他也可以加挂 可是现在不给你 那现在不给你 然后就说 我们这个只是征收板 征收板的问题来了 征收板他 我只给你空机 我有给你其他的东西吗 最贵的不是飞机啊 我们看到这个是MQ-9B 他所有可以加挂的夹舱 他有所谓的海洋坚针 然后呢 他也有可以释放无人机 可以释放所谓的声纳浮标 他也有这种夹舱 他有通讯夹舱 他有电站夹舱 他的挂点就是八个嘛 对 那 这些都要花钱买啊 这一些才是细节里的母乌龟啊 我的PDA没有给你这一些 可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说没有这些 你唯一可以使用的 就他上面的雷达 跟那个他上面的光电征收系统 不够用啊 那这个就是要花钱买的部分 就标配跟选配啦 是 以你一个海军的舰舰长 就是我 我当我做了个梦啊 我昨天呢又把这个梦境呢 又稍微补强了一下 就这一次的MQ-9A 因为来的很突然 那我们都已经定了MQ-9B了 老实讲MQ-9B啊 也不是台湾主主动要的 是美国塞的 但是呢 他现在MQ-9B的交货 有问题 那拜登所拨出来的3.45亿啊 如果以MQ-9A的价格 你算算之后呢 大概就就就就是 那3.45亿绝大部分大概就是四架五人机了 好那用这四架五人机 在很急的时间之内呢 要把MQ-9A呢给台湾 我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台湾方面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它它是需要基地台的 它一定 基本上它需要两 可能要要要要两套的基地台 所以 不是台湾要不是光把机子给你而已 你要有基地台 你才能够的操作 才能够的接接收讯息才能够的监控 那台湾这些都没有必须 你美国的整整整套的输出 因此不是台湾要 而是美国急着要给台湾 美国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把MQ-9A给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有些东西看不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为什么 我们现在 以台湾来讲我们几艘浅舰 我们有一艘在性能提升 只剩一艘 那实际的状况对不起我不知道 还有两艘阿祖级的 你真的希望阿祖级的能干嘛 他只能够训练水面舰而已 训练水面舰的一个声 声纳的感受 就是我声纳去拍发这一艘浅舰 手部卫向 尾部卫向所听到 正红卫向 所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就是这样而已 好 我们看到啊 这就是日本 日本在测试的时候 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Japan Coast Guard Cost Guard他不是 虽然一直说 他是给自卫队使用的 但是不是啊 他这里写的是Cost Guard 是海上保安厅啊 下面挂的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选配的部分 就是左下角的这个雷达 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Link 22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最近在长春航空展里面出现了 这么样的一个干扰天线 他叫做RCT195B数据链跟踪干扰链 看到了关键字了没 数据链 Data Link 干扰 JAMI 那个JAMI 或JAMER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出现了 只不过我们一直不知道 他到底清楚的长成什么样子 只有一张很卡通化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在 2018年 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们刚刚有讲过 美济礁啊 他在美济礁上面就有这个 这个是用卫星看到的 用卫星看到的 这张图是哪来的 这张图其实是解放军报所提供的一张照片 现在 这个无人机他多么的需要Data Link 的时候结果你的 这一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一个干扰系统出现 这一个天线 就是UHF频段 所以我就说这个UHF频段 出现问题 那你说HF频段 HF频段 我必须这样讲 我们今天没时间讲 而且这个问题 小现场之前有准备过 可是今天没有看过 没有把这个 再review一遍 真正用HF频段 最熟的是哪一个国家 大陆 大陆专门用这一个频段 台湾反而很少用 他我们经常看到他们有那种 很大的那个天线 他们还说 叙利亚我们直接把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HF频段的雷达打掉多威啊 他不是用反辐射飞弹打 他就是对地攻击打的 那个就是钢铁的结构而已 打掉不值什么钱 但是 解放军这么多年以来 他研究HF的天线 然后怎么样 匹配电脑做那个 目标的显现 跟俄罗斯一样厉害 你说俄罗斯感觉打俄乌战争 没有什么很厉害啊 你有仔细看到他的空军 大规模出动吗 好像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用俄乌战场的一些 很局部的事情来做 对于解放军直接的投射 这样子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 为什么会突然卖给我们MQ-9 9A 那他不是卖给我们啊 是用PDA交付的 那个第一个 未来我们买这些加仓 我们需不需要付钱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们的Link 到底要怎么做 那Link 才是 无人机里面的重中之重 你无法解决Link 无人机在上面 就是无人机 真正的无人机 你无法导控 好 因为时间关系啊 今天 今天跟小舰长的旅理师呢 只能聊到这地方 我们今天至少聊聊南海啊 是因为 除了南海最近 谁谁是有可能会有事 而且是在美国看起来 很想要在南海行为准则呢 搞定之前的时候呢 能够搞一些破坏动作 让你南海行为准则签不下来 以现在的中非关系来讲 王毅之所以呢 最近到了到了东盟三国 那 对美国呢 就是呢 点名呢 基本上是点名的 点名在批判 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 你现在就是呢 拉着菲律宾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 东盟的是共事局 就是菲律宾如果不签 南海行为准则是签不下来 何况他是南海的重要当事国之一 美国的核心呢 就是破坏破坏呢 南海行为准则 让美国呢 在这地方的行动 会受到非常大的约束 就是域内国家 对于南海怎么用 如果形成了共事 对美国压力就很大 刚刚所说的 那个迪卡特号呢 在西沙群岛当中 绕来绕去那种情况 他可能呢 就会能受到约束 那南海大概是我理解 美国呢 在全世界的 16个战略水道的 控制权当中来讲 南海可能是美美国的弱点中的弱点 他在南海相对是弱的 在周围 他没有一个像是日本啦 韩国啦 或者像欧洲啦 或者像澳洲啊 这种相对强大的 域内国家作为他的盟友 在南海的周围 他不存在这样的力量 所以对南海的操作 又影响到他的印太战略 影响到他的战略水水道呢 就是安全性 所以他对南海很在乎 但是呢 他又很很弱 现在呢你看到的就是人爱交 是美国呢很可以在这地方 形成某些地缘政治破坏效果 的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正在人爱交 他拿了人爱交呢 其实也没什么用 但是用人爱交去破坏中非关系 破坏中国跟东盟的关系 美国的战略目的 美国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刚刚讲的 MQ9A 美国这么急的 MQ9A塞给台湾 台湾已经买MQ9B了 但是你说 那他给我们MQ9A MQ9B他不会给了 MQ9A给你之后 就不会有MQ9B了 那MQ9A这么急的给我干嘛 是很紧张吗 不是两岸紧张 是中美紧张 他背后呢应该有一些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不完全知道的故事 我只隐隐约约的梦到 就是美国最近呢 在不管在南海 或者在西太平洋 的操作 不要说上一次的康乃迪克号了 就是呢 在在在水下不知道 遇到了什么事 他最近呢在 你光看到他进到台湾海峡的频率 大幅的降低 你看到他的抵近的侦查 也大幅的降低 你就知道呢 他的第一岛电的活动 然后遇到了问题 而这个问题 他需要MQ9A呢 来帮他做一些补强 当然是MQ9A来了之后呢 他的地方的活力 就就恢恢复了 我不认为 可是他显然很急的 要补强在这个地方 某一些他现在缺乏的东西 好 还没有要补充 其实我们这样讲啊 有没有 那个对于中国来讲 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 其实是有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常常 通过走 走忘家旗海峡 嗯 然后 那在哪里 忘家旗海峡 在苏拉维西 跟 婆罗州中间 对不起 那个图太多了 我一时找不出来 OK 那就已经是在更西边了 更东边 更南边 更南 更东 他有透过 那个 也就是解放军 他有透过 所谓的 龙木海峡 嗯 那他有透过 迅他海峡 嗯 那个 穿越 当然美军也不断的 在利用这个海峡 这都是印尼附近的重要水道 对 然后穿越之后 就进了印度洋 嗯 嗯 我们再回头讲 一开始讲到 印度洋 跟太平洋 嗯 中间最重要的 嗯 连结 或者纽带 就是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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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讨论的 重要核心 对 所以南海不只是纽 纽带 而且这个纽带呢 是美国目前呢 在全球海洋当中 力量最弱的一块 不只是中国的相对强大 而是他在周围 没有够强大的 军事盟友 可以去支援他 所以他最近为什么 死拉的菲律宾 为什么越南呢 在邀拜登 拜登要高兴成那个样子 虽然我认为越南 跟菲律宾 能够调整的空间 也没有像美国 期待的这么高 可是呢 他反映的是美国 对南海问题的焦虑 因为焦虑 就随时呢 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情况 好 感谢了今天 小小舰长呢 当画龙点睛的第一集的来宾 很荣幸 谢谢 请不吝点赞